尽管宋师曾助人深渊 匡扶正义 然而他们在古代蒙受恶名 也并非空穴来风 为耸动官府 借官司牟利 许多宋师在起诉时 不惜天之家业 颠倒黑白 甚至无中生有 凭空调起诉讼 针对宋师的不法行为 古代曾专门设立一项罪名 教唆辞诵罪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行为 会被视为教唆辞诵罪 宋师触犯这项罪名 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罗冠南 将为您讲述 无宋文化下的宋师 第四集 教唆辞诵遭惩罚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咱们上集讲到 宋师秘本虽然也宣扬儒家伦理 对宋师团体提出职业道德要求 和业务规范 但是其中呢 也有一些不好的诉讼伎传授 对这个宋师啊 也起到了负面的引导作用 比如这个刀笔词封当中啊 撞谋大权的第一部分 就是串招式 所谓串招式啊 实际上是教唆别人 如何串通仪器 虚假招供的技巧 就是在这个串招的时候啊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而这方面的例子呢 在古代也有记载 兰公案是清代巡礼 就是清政廉洁的官员 兰鼎元 记载自己处理公务 审判案件经历的一本书 这其中啊 就记载了 宋师如何教当事人 串供诬告的案例 说的是 当时在这个龙秋香的 溪水旁的泥地里啊 发现了一具尸首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结果有个外乡人路过 刚好就认出说 这个尸首就是 他们那里的窃贼 叫王元吉 这个消息传回去啊 王元吉的弟弟 叫做王皇丽 自然他就不能善罢甘休 就来到官府 控告附近姓杨的一家 一口咬定说 他们害了自己的哥哥 蓝鼎元呢 作为县官 在审查案件的过程当中呢 就觉得疑点很多 但是这个弟弟王皇丽呢 在亭上他是严慈激烈 蓝鼎元就等这个开完亭 把王皇丽单独叫到房间里 跟他聊了聊 发现他呢 实际上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很有可能是被人蛊惑来告状 就问他这是谁教他的 谁主使的 他自然不肯说实话 蓝鼎元想着 这乡里出了命案 那么约宝估计在其中脱不了干系 约宝啊 就是当地的一宝之长 古代呢 以宝为乡村的基层单位 约宝在当地呢 也有一定的威望 他就把这个王皇丽 留在官府里 让人去王皇丽住的客栈里头 说传唤同来的约宝许元贵 结果这个许元贵啊 还真的就在客栈里 他一看来抓自己了 认为是事情败露 立刻就要推卸责任 说这都是一个宋师 叫做李阿柳教唆的 那就得抓李阿柳了 李阿柳被抓回来之后 知道事情败露了 就把这个教唆串通的实情 说了出来 这其中啊 还涉及到另一名宋师 叫做肖邦棉 当地的流氓张阿树 还有案前负责处理和调解的 书吏郑阿阿 原来啊 这个宋师李阿柳 因为在外乡惹了事 就回到乡间避风头 宋师啊 一般都愿意住在城市里工作 机会多 案件多 李阿柳回乡之后呢 就结识了当地的宋师 肖邦棉 两个人是臭味相投 肖邦棉啊 去龙丘乡收租的时候 就带着这个李阿柳啊 一起去 两人听说了 发现失守的事情 又听说 这个死者王元吉啊 身前和杨家人 发生过口角和冲突 据说这个杨家又非常有钱 就伸出了敲诈的念头 他们就找到这个王元吉的弟弟 王黄丽 王黄丽呢 一开始不配合 肖邦棉啊 当场就掏出了二百钱给他 把他收买了 李阿柳就帮忙写诉状 把这个杨家人 包括和王元吉 发生口角的 没发生口角的 全部给罗织进去了 然后就和这个约宝 许元贵串通 约宝在当地啊 多少也是有点影响的 就由他跑去跟这个杨家说 说不好了 这个王元吉死了 他弟弟王黄丽呢 要去县里头告状 告你们呢 不过现在啊 被这个宋师李阿柳 和肖邦棉给拦住了 他们可以帮你 劝这个王黄丽别告了 但是得花点钱 开价八十两银子 这个时候呢 当地的这个书立郑安二 也去从中帮忙讲价 恐吓杨家 但是杨家没上当 一看杨家这很淡定 这几个人就开始演戏了 王黄丽和这个约宝 假装就从乡里出发 要到县里去告状去了 走了一半 宋师李阿柳和肖邦棉 又假装去给拦了回来 回来过了两天呢 这中间还是由约宝出面 去讨价还价 希望杨家掏钱 还是没贪妥 那么又顾忌从眼 这个王黄丽和约宝 又启程告状去了 这次啊 走了一半 夜里是借宿在当地的流氓 张阿树家里头 结果张阿树也入了火 第二天和郑阿阿 和李阿柳 一起去恐吓杨家 不是八十两没谈妥吗 杨家不愿意给 他们还主动降价了 先是降到四十两 后来降到二十两 甚至十两 但是杨家这个当家的主母 就坚持认为 我们根本就没有 殴打王元吉这样的事情 于是坚决不受要挟 王黄丽这才拿着诉状 来到县里告状 这整个案件啊 都是在宋师李阿柳 和肖邦眠的唆使下 跟当地的这个流氓 约宝 疏力 串通一气 无中身有 企图敲诈勒索 上面的案子呢 是宋师和当事人 还有其他人串通一气 捏造事实 敲诈勒索 浪费诉讼资源的行为 这个案子呢 是遇到了有经验 明察秋毫的地方官 才能查明真相 又不知道有多少 被宋师操纵 串通的案件 没有被揭发出来 清代著名巡历 蓝鼎人遇到了 是一起多人相互勾结 诬告诈财的案件 其中两名宋师 教授当事人 捏造事实 诬告他人 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古代 像他们这样的宋师 并不少见 明代一篇著名的 《苏宋父》中写道 宋师最怕太平 没喜多事 非骗子 丧数人之命 造一言 可破千金之家 他们这样的所作所为 自然受到民众的痛恨 和法律的惩罚 古代曾专门 针对宋师的类似行为 设立一项罪名 教唆辞诵罪 那么这项罪名 都有哪些规定 触犯这一罪名 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 中国政法大学 副教授罗冠南 将继续为您讲述 无诵文化下的诵诗 第四集 教唆辞诵 遭惩罚 说起来 这个教唆辞诵罪 其实在唐代的时候 就出现了 唐内书役当中 有两条 一条叫做 为人做词谍 加状 一条叫 教令人告事须 为人做词谍 加状 就是按照这个唐律的规定 帮助别人写诉状 本来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擅自夸大 和增加事实 跟本来要告的事实不符 就要吃五十 打五十下 如果情节严重呢 就要按照诬告罪 简易等处罚 如果是拿人钱财 受人雇佣去诬告他人 那就等于是自己诬告 诬告是要反做的 诬告的人 要按照诬告的罪来处罚 如果得赃重 就是拿的钱多 要按照做赃来处理 如果不是诬告呢 即使查了说 这个告的内容属实 这个受雇去告状的人 仍然要受到处罚 按照做赃罪来处罚 而那个雇佣他的雇主 反而不用承担责任 教令人告是虚 就是教唆别人 向官府进行这个虚假的控告 诬告 这个教唆的人和被教唆的人 都构成诬告罪 按规定诬告反做 但是不管告的是实是虚 都以这个告者为主 教唆者为从 如果教唆别人告自己司马以上的亲属 或者是家里的不娶奴婢去告主人 那都是告的人受处罚 教唆者呢 比这个被教唆者轻一等 但是如果是教唆人家告子孙 那么不管是不是诬告 都可以减轻一等来处罚 这是因为在一个家族当中 如果挑唆别人 以悲犯尊 相比教唆尊长来控告子孙 更是扰乱了家族里的伦理秩序 到了明清两代 这两条呢 就被合并为一条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教唆辞诵罪 处罚非常重 明朝的时候 是教唆者和犯人同罪 到清代的时候 处罚可以达到充军 已经是死刑之下 最重的刑罚了 可以说这一条 主要就是用来规范 诵诗行为的 清朝嘉庆二十二年的时候 有个人叫夏方爵 他家呀 有个亲戚叫做夏药葵 倒也不是特别亲近的亲戚 是出了五福的亲戚 但是你看啊 都姓夏 这个夏药葵呢 有一天出门 他就没回来 等到被人发现的时候 已经死了 看尸首呢 就浑身都是伤 显然是被人打死的 但是又不知道 是谁干的 这家里人就去报官了 要求捉拿凶手 夏药葵的儿子 叫夏少秀 看到自己的老爸是狠死 那心中啊 是悲愤交加 这又找不到凶手 是一腔愤怒 无处发泄 正好啊 夏药葵这平日里 有个死对头 儿子夏少秀呢 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在心里头 就怀疑是这个人干的 这时候啊 夏方爵就出场了 夏方爵平日里呢 就是帮人打官司 挣钱 就是我们说的 送尸 这下呀 自家亲戚出了事 他觉得来了商机 他就窜夺这个儿子啊 夏少秀去告状 并且跟他说 送送的事情啊 我比较懂 我是专业的 你看 我们俩都姓夏 我就说 我是你老爸的侄子 然后呢 我去帮你告状 全权负责 你不是觉得 是那个死对头干的吗 我就去官府 帮你讨回公道 结果如果你满意 再付我钱 儿子想想就同意了 这个夏方爵呀 就冒充说 是死者的侄子 告状去了 当然 官府看他说的是 有鼻子有眼的呢 也给查了 但是这个死对头啊 有我们说的 这个不在场证据 确实不是人家干的 凶手应该是另有其人 官府还得继续调查捉拿 事情到了这儿 就应该告一段落了 但是这不告状没告赢吗 夏方爵按照约定 也没能拿着钱 费了力了又没挣到钱 就觉得不能善罢甘休 他就接着窜夺这个儿子 说 咱这不是在地方上 县里没告赢吗 没关系 你那什么 你上京城去告 咱们京控 所谓京控啊 就是清代的时候 如果百姓的案件有冤屈 在地方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那么百姓可以去京城 向督察院和步兵统领衙门告状 就叫做京控 为了让这次京控有把握 这个夏方爵亲自给这个儿子 提供了一些所谓的法律服务 给他捏造 堆砌了一些控告材料 让这个儿子亲自去京城告状 这个如果从地方上到京城去告状 是真的有冤屈 那么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没事去京城诬告别人 那就是冲击正常的司法程序 这个社会危害性就更大了 儿子到了京城去京控 但是却被查出是无中身有的诬告 但是这么一查呢 教唆他去 并且帮他捏造材料的这个夏方爵 自然脱不了干系 在《大清律律》中 有一条叫做教唆辞诵 凡教唆辞诵 即为人做辞状 增减情罪 诬告人者 与犯人同罪 致死者 简易等 若受雇诬告人者 与自污者同 致死者 不简等 受财者 记赃与王法 从众论 其见人鱼而不能申冤 教令得识 即为人写词状 而罪无增减者 误论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条文里头就分了两种情况 一种呢 就是教唆别人去诉讼 或者是帮助别人写诉状的时候 在里头进行这个情形罪行的增减 都是诬告 那么教唆者和被教唆者同罪 如果诬告者已经到了死罪了 那么教唆者可以简易等处理 如果是被雇佣去诬告别人 那么跟自己去诬告一样 是同罪 教唆别人辞送 拿了钱的 要按照赃款的数额 从众论出 第二种情形呢 就是确实是有人需要帮助 有了冤居不能申冤 合法的利益呢 无法得到维护 这个时候 如果去帮助他人写诉状 而且实事求是 没有增减相应的情节事实的 就不够成犯罪 可见啊 法律要打击的 是第一种 教唆他人诬告 并且因此挣钱得利的 但对于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进行诉讼 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案子里头的夏方诀 一开始是收了钱 冒名顶替去告状 但是告状的内容吧 倒也属实 所以不能按照 受雇诬告处罚 到了娑氏儿子夏少秀 上京城告状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他在这个告状的材料当中 有了一些堆砌不实的地方 所以最后的处罚是 笔照送棍 拟军力 简一等满图 简等发落 处三年图形 大家看 这里出现了送棍一词 送棍就是带有贬义的 笔拨弄相于 恐吓良善 从而取财者 乃送棍儿 安得以狮子夹之 就是不仅不好好的 给这个当事人提供服务啊 而且无事身非 本来没有什么可诉的事情 当事人也没有诉讼的本意 但是这个送棍 他为了挣钱 恐吓蒙骗当事人 让当事人去诉讼 去诬告 甚至自己冒名鼎气 去京城告状 扰乱正常的司法秩序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那就不叫送尸了 叫送棍 官府设立有针对性的罪名 打击送尸 天之家业 无中生有的诉讼恶习 甚至用冲军这样的严厉手段 来惩罚他们 并贯之以送棍的恶名 逐渐对此种行为的痛恨 那么官府为什么会对 送尸教唆辞送的行为 严加禁止 除了这些不法行为自身的危害 还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呢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罗冠南 将继续为您讲述 无诵文化下的送尸 第四集 教唆辞送遭惩罚 那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呢 一方面 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 是以和为规 和谐无诵 是国家和社会治理追求的目标 孔子在论语里头说 听诵无由人也 必也使无诵乎 意思就是 我审案子的目的 实际上是为了实现无诵 是为了不再有真诵 而诉讼和纷争呢 也被认为是不祥的事情 那如果这个地方诉讼很多 那就是地方官的失职 他的工作没搞好 所以啊 古代的治理者 要对诉讼进行一定的限制 特别是诬告的行为 扰乱社会秩序 浪费司法资源 更是法律需要打击的对象 比如地方官啊 经常会要求打击宋棍 同志十年九月 福建巡抚直接下令 凡有著名宋棍 不问举贡 身 奸 蓄力人 勿须息货惩办 以轻送源 就是只要是宋棍啊 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都一样得整治 清朝还有地方啊 发过这样的通知 为宋师者 即以改弦一辙 各物本业 堂乃互恶不全 研究物代 就是通知宋师说 我们要搞整顿了 那个你们这些宋师啊 赶紧的就换了职业吧 就别干这个了 如果继续从业 屡教不改 我们可要严惩了 地方官除了警告宋师 还要做这个百姓的 思想工作 劝大家不要诉讼 清代的两江总督 于谦专门写了一个 借送说 在里头就说这个诉讼啊 坏处特别多 有十个坏处 包括坏心地 好资财 商天轮 结怨毒 损品棒等等 用来劝借百姓 不要诉讼 刘恒呢 是清代的一个巡礼 清正连结 颇有政绩 在广州 四川的很多地方 都做过地方官 他呢 也劝这个百姓说 千万不要听宋师的话 在他看来呀 百姓之间 那有一些口角纠纷 都是正常的 这个时候呢 应当找德高望重的 这个亲友族人 来给你主持解决 如果有宋师跟您说 这个我跟衙门很熟啊 你找我呀 我很快就能给你出气 那可千万听不得 另一方面呢 就是有一些宋师啊 虽然是为百姓 提供法律服务 但是因为利益的驱使 也确实存在着 教唆他人诬告 甚至自己收钱 去诬告的行为 这是对正常 司法程序的冲击 宋师恶饼大权当中 也记载过宋师 挑唆别人诉讼的事情 当时水中啊 捞起一句服尸 已经是面目全非 辨认不出身份了 又无人认领 那么本来就可以结案了 但是当地呢 就有一个名声 不太好的御宋师 因为之前的这个县官呢 打击过他 他就暗地里记恨 这下听说啊 有个无头的案件 他就伸出了坏心眼儿 当地呢 有一个老妇人 丈夫啊 在十年前去守边 一去不回 下落不明 这个御宋师啊 就教唆这个老妇人 去认领尸体 并且如此这般的 交了一番 这个老妇人啊 被御宋师这么一交 到了这个认识现场 也不管是不是 自己的丈夫 就扑上去嚎啕大哭 说是自己的老公 不能随便就收脸了 这个案子也不能结 县官也不知道 啥情况啊 赶紧就找人去一打听 说啊 他丈夫守边去了 可能早就死了 就叫人呢 把他给赶回去了 老妇人是认识不成 御宋师还不罢休 接着啊 就给他写了个诉状 上面说 说他的丈夫啊 曾经在今年的 三四月份 写过信 写信说要回家来了 但是途中呢 遇害死亡 等到这个家属去认识的时候 却被官府斥为贸任 就在这个状词里 质问县官 若为我夫而非此师也 此师何人 此师而为我夫也 我夫安在 是尚无翁孤 下无子女 穷穷洁身 父何一事 就是质问这个县官啊 你说这个人不是我丈夫 那么这个人是谁 你说这个人不是我丈夫 那么我丈夫在哪里 我一个妇人 既没有公公婆婆 也没有子女 以后我依靠谁 这么一问呢 县官作为父母官 被问的是哑口无言 一句也答不上来 再加上这个老妇人是 嚎啕大哭 抢夺尸体 大闹现场 这个县官在 窘迫无奈之下 拿出了五百斤 给老夫人 当然这五百斤里啊 肯定有一部分 是进了这个 预送师的口袋 如果是经常干这种事 那么这个预送师 他就不是送师 可以说是送棍了 送棍出于个人的恩怨 和利益考虑 挑唆这个当事人 去官府闹事 不但以一种 负面的形象出现 而且还要受到 法律的惩罚 中国古代啊 以和谐无送的文化 为主流 那么送师如果 无是身非 挑唆辞送 自然成为 法律打击的对象 历代法典当中 都有关于 挑唆辞送的规定 实际上是以 法律的形式 对送师 合法与不合法的行为 进行划定 确定 哪些行为是合法的 哪些行为 就是违法犯罪了 并且进行规范 实际上 为送师的职业行为 划定了法律上的底线 那么 除了教唆辞送 古代的送师 在诉讼中 还使用过哪些伎俩 官府又对他们 进行过怎样的打击呢 我们下集 将继续为您讲述 观众朋友们 我们本期的法律讲堂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对送师的不法行为 古代官府进行了怎样的诚挚 而送师又会采取哪些招数 与官府对抗呢 下期节目中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罗冠南将为您讲述 无送文化下的送师 第五集 职业状态与困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